这玩灯啊确实还是得雷蛇啊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等于视频我们来炒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冷饭 雷蛇的黑寡服V4专业版 23年3月份出的一款键盘 这个键盘别都不说 大是真的大 比普通的104配列还要大一点点 在聊它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雷蛇最近的降价 好像就克制不少了 拿我手里的黑寡服V4这个举例 今年3月份的首发价格是1899 现在想买的话也得1699 这个跳捷幅度快一年了 才跳200块钱算是相当小了 放在以前现在估计已经1200开头了 在我之前和官方聊天中 也觉得雷蛇好像对这方面做了一些限制 那这样的限制对于一些首发入手的玩家来说 肯定是好事啊 不会说是买了之后转头就被被刺 但像我这种普普在等葵蛇V2 Pro打折啊 再入手一个来用的用户就有点痛苦了 从618到现在都还是这个价格 那雷蛇敢这么做的底气也确实是有的 那包括他们家的鼠标无线8K 还有键盘上的灯效和一些产品之间的联动 确实是目前其他厂家没有办法去抗衡的一个存在 聊会这款键盘啊 单论配列的话可以说是相当的奇特了 整体还是以104键为基础 在右上角删除了4个空白按键 塞下了一个超长的横卧轮 刻度感还是蛮强的 加上4颗多媒体按键 这么有什么问题啊也是雷蛇的一贯操作 但是在左上角这里 黑寡妇又额外给多你了一颗树向的旋钮 在侧边又多给了5颗红按键 好处的话就很明显啊 你可以自定义更多的组合键 一键完成更多的操作 坏处也很明显啊 就比如说像我这种经常用掌心去按压Ctrl下蹲的玩家 在这个键盘中绝对是可以误触到你怀疑人生的 除了正面这几个红按键之外 还有一个更骚的 哎 侧边 就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 反正我在键盘上还是第一次见过侧键 这三个看起来很奇葩的玩意 用起来居然还不错啊 起码比左侧这5个红按键好用不少 小拇指和无名指可以刚好的非常自然的 够到这几个按键的位置 我相信工程师也是绝对对这个位置做了一定的考量 手感的话就比较类似鼠标的微动 在游戏场景中我用这三个按键是用的比较少的 但是在工作中 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可以一键切屏一键反而桌面 那万一真的有老板偷偷来到你背后的话 这个妥妥的墨益神器啊 这个书像旋钮刚刚提到了 可以拿来进行一些轨道的操作 或者应用切屏啊 各项功能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那说起雷蛇大家最先想到的 包括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们家吊炸天的灯效 那这一次不但只有键盘侧边给到了灯效 那连带着手托也是有的 这也是雷蛇比较经典的一个手托发光操作了 按照他们的脑回路 如果一把键盘想卖的更贵 那就给到更多的键位和更多的灯效就OK了 在这一把黑寡妇V4专业版上 可以说是把能发光该发光的地方都晒下了灯带 而且做的亮度还有包括这个均匀性是非常的不错的 和大家补充一下有关这个手托的细节 首先在材质上 对比之前的黑寡妇V2或者初代 它的材质是有做了比较大的改进的 表面覆盖了一层类似于碳纤维这样的纹路 对比之前的一些图片可以看到它在手托边缘是直接做了全包围的内嵌 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就不会有那种边角落手的情况了 这边的一个金属触点是负责接通键盘底部这一个金属触点位置的 这样一吸附上去它就可以手托发光了 但是它这个线位矿量是比较大的 吸附上去之后它是有一定左右移动的空间 就很容易有那种没有吸附到位的情况吸过去 看它这边就会有一定矿量 那这一个矿量就会导致手托的触点是没有和键盘触点完全对齐的 所以会有个20%到30%的概率 你发现手托洗长之后它不通电 需要再去调整一下完全对准到位之后 它才能接通整一个键盘的灯带 那这个就是手托在连接方面我需要补充的一些地方 至于键盘的话 黑寡妇一直用的是ABS 和他们家的PPT键盘比起来呢 乍一看啊 ABS会更加的五黑发亮质感也会更好 PPT给人的观感就像表面蒙了一层雾一样 制服的透光性上也是ABS材质会更好一些 当然这一切代价就是ABS它免不了会打油啊 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 那根据这个时间来就算是你是PPT键帽 而且是很好的种PPT键帽 打油也是很难避免的 只是说相对时间慢一点 可能要个大半年或者一年才有会右眼可见的磨损 我目前在用的裂痕光珠就是PPT材质 我这两个月使用下来 经常和指甲接触比较多的地方 比如这个Shape按键 中间区域还是会有轻微的亮光的 这两年玩键盘下来上到千把块 那下到十几块的键帽啊 我还真没有见过哪套是不打油的 除非你是陶磁键帽 所以我想说的是键帽嘛 毕竟是消耗品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在意打不打油 那只要不是特别快的离谱那种 打油了换一套自己更喜欢的 也算是玩键盘的一点乐趣了 以后就是轴体方面 我这一款是雷蛇的触感承轴 提前大段落的轴体 TTC代工 这个TTC位还是蛮浓的 如果你是游戏党 我会更推荐你选择线性版本的黑寡妇 在长时间的反复按压下 手指不那么容易疲劳 同时这个启动速度也会稍微的快 那么一点点 大剑的话据说这一次也是做了调校 在内部给了两身填充 实际的敲击感觉比那款可热插靶的V4 确实是干净了不少 也没有那种敲木鱼的空枪衣了 这次确实做的还不错 左色的话还是轻微有一点杂音 跟那些一线的微信手 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至于在延时方面 这款黑寡妇也是雷蛇第一款 支持8K回报率的键盘 在开始之后对CPU的占用 并没有鼠标那么夸张 并且有线键盘没有续航焦虑 所以日常开的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延时这里就引用一下赤同科的数据吧 在8K回报率之下延时是1.0毫秒左右 那1K回报率的话是1.5毫秒 差距的话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 就你觉得有用就打开 你觉得CPU扛不住那就关掉 锦上添花的功能也不用太过于纠结 它的定位的话是夹杂在游戏和生产力之间的 硬要说的话会更加偏向于生产力方面大一点 左侧这几个可自立按键 对于机械绘画或者剪辑这类比较吃组合键的职业 会更好地发挥它应该的作用 这也是这把键盘这段时间用下来 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至于什么灯效或者8K回报率这些锦上添花的功能 目前也确实没有其他厂家能做的比雷尸更好了 就看你愿不愿意为这些多花钱了 好了那赞平视频的全民流给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